两岸的对话沟通将维持现有的机制 也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 秉持相互谅解 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 进行沟通协商 而达成了若干共同的认识与谅解 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 那五方呢 两岸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没有改变 那双方呢 应该在此既有的事实跟政治基础上呢 持续的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第三 为了开展交流 做出相对应的努力 交流是需要双向的 疫情发生之后呢 台湾跟中国大陆呢 都采取管制的措施 大家好 中美阿拉斯加磋商已经结束了 从后续的新闻报道看 就是取得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但是也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 所以啊 还得接着谈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磋商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报道的焦点呢 都是杨洁篪怒罪美国的那十几分钟 对国内来说很提气 对美国来说 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呀 什么时候有国家敢对美国说这种话呀 但是中国敢了 还是那句话 背后都是综合国力 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比刚和川普进行贸易谈判时的情况要好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新冠疫情 我们处理的比较好 再加上RCEP啊 还有中欧投资协议的签订 让中国整合好了周边国家和欧洲 在很多领域上也达成了共识 很多时候呀 不要看欧洲的一些政客讲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譬如在中国周边进行反中的活动 这个西班牙也答应了嘛 但是西班牙派了一条帆船来了 你说这个帆船到底有什么意义的 难道西班牙没有现代化的军舰吗 西班牙是有的嘛 所以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值得玩味啊 其实这个事情呢 影响最大的呢 还是日本啊 当然日本呢 两头骂 一边骂美国 一边骂中国 日本骂中国 这是习以为常了 就不谈了 骂美国嘛 显然啊 这个美国爸爸受了这种气啊 而且美国爸爸呢 又不还嘴 这个日本这些干儿子们呀 或者是这些牵着链子的小狗狗们啊 非常的生气啊 忍不住出来嚎叫几声 但是这些嚎叫的背后 更多的是绝望 同样的影响的更大的呢 也是台湾地区 这个台湾陆委会的新任的主委邱泰三 在前两天啊 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这个记者招待会呢 是在中美二加二会谈的头一天 但是啊 台湾的很多新闻呢 等等 对这次二加二的会谈啊 做了很多的报道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推演吧 总的来说吧 美国现在呀 也没有特别大的胜算 和川普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邱泰三 在这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当中 首先啊 态度就非常的软化了 他先说了一下国际的形势啊 尤其是中美这一次吧 对吧 会对国际上造成巨大的影响的 又谈了一下香港啊 无非还是香港的民主啊 但是一笔带过了 谈的不多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需要两岸更友善 要求大陆对台湾有更多的善意 同时也说台湾对大陆并无恶意 希望两岸能够互相理解 互惠互利 这个台湾对大陆没有恶意 太搞笑了吧 如果没有恶意 陆委会的主委 为什么由陈明通换成邱泰三呢 尤其是在新冠当中 台湾对大陆那是恶意满满的 这个邱泰三啊 还大言不惭的说 这个新冠疫情啊 对吧 两岸呢 都在面对等等啊 也不讲武汉肺炎了 这个口气也是非常的缓和 第四个呢 就说后疫情时代 两岸的交流要恢复 而且还引用了WHO的说法 说大陆的疫情啊 控制的非常好 但是说台湾控制的也不错 所以两岸有交流的基础 因此 对吧 两岸之间的商务人士啊 国际公司工作的人士啊 以及探亲的配偶啊 这个探亲的配偶就想起了小明事件了 等等吧 这些人员呢 都会陆续的安排的 而且啊 从邱泰三的口气当中非常的紧迫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新冠对台湾的旅游业冲击是非常大的啊 台湾的旅游业吧 对吧 从业人员是不少的啊 虽然经济总量未必特别的大 但是从业人员是非常大的 不过也客观的讲啊 即便台湾方面放弃了之前陈明涛时代 也是蔡英文啊 苏贞昌在早些时候对大陆满满的敌视的这种态度 但是啊 在统一之前让大陆人去台湾旅游不能说没有啊 但是数量啊 也不会多 想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农产品的检疫啊 说两岸之间有一些系列的农产品的检疫协定等等 还是尽快恢复这些检疫协定 估计这个和这个波罗事件是有关的啊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呢就说了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尊重1992年两岸所达成的共同认知 这些共同认知呢 包括一些政策等等 还有一个词啊 叫做九二事实 对吧 之前台湾呢 非常强烈的反对九二共识的啊 尤其是民进党反对的更加的激烈 但是邱太三这番话呀 其实就等于承认了 或者说你是模糊化的承认了 总之吧 对九二共识啊 不敌意了 甚至还说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只不过他发明了一个词啊 叫做九二事实 其实都是一回事 无非就是给你改个词嘛 同时呢 邱太三啊 也不再称中国了 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啊 所以这里面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就是对吧 承认了九二年两岸之间达成的共识 那么然后呢 又称中国大陆啊 又称互相尊重等等 这个我看赵绍康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啊 不过赵绍康啊 倒挺阴险的 他把邱太三的话呢 进行了剪辑 把邱太三呢 说这个九二年所达成的 共同的认知的部分 给放进去了 那么后面呢 又加了一段 说是台湾人民啊 并不接受啊 又是如何如何的 但是这一段 邱太三说的是一国两制 后来答记者问的时候啊 记者问他 你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是承认九二共识了呢 但是啊 大家都认为啊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那承认九二共识是不是承认了一国两制呢 那么邱太三说这个一国两制啊 在台湾很多人有质疑啊 没有民意基础啊 大陆要包容台湾的制度啊 要以开放的心态啊等等 巴拉巴拉一大通吧 所以赵少康啊 把邱太三后边说一国两制的部分 对吧 把一国两制剪掉了 嫁接到前面九二共识的部分了 非常的搞笑啊 所以这个赵少康啊 包括我看 邵康战警市里的飞鸿泰啊等等 那几个蓝营的 营嘴啊 对民进党的这个做法 非常不满 但是他这个不满呢 换了个说法啊 一个就是说吧 过去啊 民进党对大陆敌意满满 大陆怎么能够 对吧 听你的话呢 大陆怎么能够和你交流呢 第二个呢 就是九二共识啊 还是这次两会上大陆继续提的嘛 民进党又否定了九二共识如何如何如何 但事实上呢 这是少康战警市啊 使用了春秋笔法啊 进行简洁和嫁接了 其实蓝营啊 带有这种巨大的担心就是 蓝营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利益 或者是一部分的选票 就是来自于两岸之间 两岸之间呢 有很多商品啊 贸易啊 服务啊 人员的交流和往来等等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对蓝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绿营和大陆恢复沟通了啊 双方之间实现交流了 对蓝营来说呀 其实不仅仅是损失利益的事情 很有可能这个绿营啊 就要绕过蓝营了 和大陆谈统一了 这个呀 是蓝营无论如何 都接受不了的 那到时候啊 这个蓝营啊 尤其是国民党 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个银乃精啊 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银乃精在这里还 丧了个谣 就是这一次 邱赛三的记者发布会当中呢 有央视的记者 银乃精说过去呀 这个大陆不让央视的记者 参加陆委会的新闻发布会 巴拉巴拉一大通 这纯属不扯 分明是台湾方面 把大陆包括央视的这些媒体给禁了吗 你怎么能说是大陆不让参加呢 这个银乃精啊 一贯鬼扯啊 一贯这个胡说八道 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了吧 呃 同时啊 对吧 我把邱赛三的整场发布会看了啊 有些东西说的比较模糊 但总的来说吧 释放善意啊 尤其是对绝儿共识 没有否定 呃 只不过换了个词而已 呃 而且邱赛三说呢 是受 太阳文啊 还有行政院长苏仁沙的指示 也就是说呀 这是民进党高层指示 他说的这些东西的 呃 这些东西呢 一个呢 就是川普下台了 呃 民进党紧跟着川普进行反路反中啊 甚至试图借助美国达到他谋独的目的 但是目前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不了了啊 尤其是杨洁篪主任 对美国的这一通怒怼 这个怒怼啊 意义是很大的 这个不是发泄情绪的 对吧 还是那句话啊 这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 对吧 我们怒怼之后呢 你看美国 你看拜登 对吧 拜登除了坐飞机去明尼苏达 慰问枪奸案死的亚裔之外呢 什么也没做 也没有回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的东西啊 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完美啊 我觉得民进党啊 大概也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之前啊 呃 跟着川普走跳的太欢了 那么大陆对台的政策呢 开始逐步的收紧了 民进党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呃 16年的意思啊 我看上航战情室这帮蓝营也说 蔡英文2016年就说这些话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 蔡英文要继续模糊 也不对 邱蔡三只说了蔡英文16年的一部分话 另外一部分呢 正是台湾的什么主权啊 这个那个的 中华民国台湾 没有谈 没有讲啊 所以邱蔡三的这次讲话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 或者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呃 那么如果下一步步我们就要看啊民进党会不会修改台独党杠 如果民进党修改台独党杠的话呀 蔡英文还真有可能成为统一之母啊 呃 这个民进党啊 其实非常现实非常重力的政党 如果现实重力的政党 对吧 有没有很大的理想性的话 不是没有可能啊 对吧 而且上一次台湾陆委会的发布会是陈明同主持的 你看上一次陈明同对我们是非常敌视的呀 有什么武汉肺炎呀 大陆如何如何啊 中国如何如何呀 中国如何如何呀 各种的挑衅各种的攻击啊 所以这个转向 对吧 也是需要一定的过渡的啊 所以邱太三这一次转向就是一个过渡 而且这个过渡啊 我觉得过渡的非常非常的大的 非常非常的大的呀 所以后面的事情啊 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啊 更值得期待的就是呢 我觉得这个民党当局啊 也认清了大陆的实力 虽然很多台湾的媒体 呃 这个布林肯呢 在二战二会谈之前啊 就说了啊 台湾的这个country 这把人非常的兴奋呢 就是美国又看到台湾呢 要帮助台湾要如何如何的 但是不管蔡太子还是苏贞昌啊 这些民进党的高层心里还是门清的 平时说说谎 片面选票还是可以的 但是关键时刻呢 还是门清门清的啊 呃 当然从大陆来讲 对吧 16年的时候就说了啊 蔡英文那番讲话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 那现在 对吧 虽然把16年蔡英文演讲不友好的一部分删掉了 但是这个答卷也是没有完成的呀 对吧 什么叫92年答92年的事实啊 对吧 共识两个字还是要出来的 呃 至于秋代山啊 不承认一国两制等等 那我们今天两会也没谈一国两制嘛 对吧 一国两制 不行那就一国一制吧 但是 对吧 这个九二共识呢 依旧是今年的基调啊 呃 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 用其他的词语模糊过去 蒙混过关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难很难的 呃 最后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联岸恢复交流 就涉及到疫苗 我觉得这一次中美的磋商啊 肯定在中美疫苗互认上 会达成一定的共识 当然有一定的分歧 其实在去年啊 也说过 对吧 后疫情时代 首先呢 就是要考虑疫苗 呃 疫苗的互相承认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互相承认的国家之间就先交流 那么先交流的这些国家呢 对吧 因为占了先机 彼此在经济上啊 联系呢 就会更多一些啊 就会先建立联系 我觉得这是台湾方面非常着急的东西 但是啊 台湾目前所用的这个疫苗 美国也不用了 欧洲也不用了呀 现在只有台湾用啊 当然又转给巴拉圭了不少 那么这个疫苗谁能承认呢 而且这个疫苗本身问题就是很多的 其实我再简单说一下啊 谈到了疫苗 除了这一次陈明通的转向啊 苏贞昌的女儿 苏巧慧 呃 在这个陈时中啊 进行质询的时候 就质询了陈时中 说这个要不要大陆的疫苗啊 陈时中当然不要了 苏巧慧直接就来一句 不要风中必反 不要是中国的东西啊 你就反对等等 看 看这个陈时中那个表情啊 一脸懵逼啊 这个苏巧慧和他爹 这个 以前一直是风中必反的 怎么转向这么快呢 他怎么就质疑陈时中不要风中必反呢 也很值得玩味 很值得玩味啊 这些很值得玩味的东西呢 对吧 还是两点第一点 这一次的中美二家二会谈 呢 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震撼是非常大的 也让他们看到了啊 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 今日的中国呀 是可以和美国平体平坐 甚至可以和美国调碗的 一个小小的台湾是不在话下的 第二个呢 台湾的经济啊 对吧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的啊 呃 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压力非常大的 同时 台湾的外汇储备呢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吧 美国这么印钱印下去的话 这些外汇储备很容易被稀释掉了 那稀释掉的外汇储备如何办呢 怎么办呢 新台币是不是要大贬值呢 很多事都摆在这里的啊 呃 那么第三个呀 就是 这个邱泰山这一次过渡啊 是非常的快的 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很快就过渡到九二共识了呢 下一步是不是修改台独展高了呢 之前看了一些人的说法啊 这个两岸的统一啊 只能民进党谈 国民党谈不了的 国民党一谈就认为你是卖台了 民进党呢 来谈呢 台湾人啊 会觉得他不会出卖台湾人的利益的 当然很多蓝莹不喜欢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蓝莹是比较废的啊 对吧 完全跟着民进党的屁股后走 比如 这个香港的时候 民进党啊 借着香港啊 天天称香港啊 对吧 护民主啊 操纵了一大通 结果国民党也跟着喊支持香港 你说这个时候喊有什么用啊 民进党已经喊了那么久了 这个时候啊 你应该反对香港暴乱才行 你要和民进党不一样啊 同样的 你看这个民进党啊 反九二共识 反一国两制 然后这个江济臣等等 也跟着出来喊辣啊 不接受九二共识 不接受一国两制等等 你完全跟着民进党的屁股后走 对不对 哎呀 只能说百年烂党吧 已经烂到骨头根了呀 一点自己的议题也没有啊 所以 对吧 这个统一之母啊 很有可能是蔡英文啊 所以下一步吧 我们就看啊 不管是邱泰山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好 会不会突然改口了 突然把这个九二年形成的事实啊 说成九二共识了 那么再下一步看看会不会修改台湾党纲了 如果这两步都完成了呀 那民进党肯定要和大陆谈统一了 那么同时如果民进党仅仅是为了搞模糊的话啊 仅仅就是拿蔡英文2016年演讲的一部分的东西来模糊 来挥有大陆的话 想继续骗钱的话 那显然 这一套东西是过不了关的 也是不现实的 更是不可能的啊 那么大陆怎么会信你这一套呢 怎么会这么容易被你骗呢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